立法會財委會加開4折一共8小時會議 審議高鐵追加撥款申請但仍未能表決 期間工黨李卓人及公民黨王孟靜 先後提出終止待續議案及一會動議都遭到否決 政府重申這個月底是撥款的死線 蔡宏傑報導 財委會再次審議廣深港高鐵追加撥款申請 多名議員關注高鐵最終可否實施一地兩檢 如果未能夠成事是否會有後備方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說 一地兩檢在法律上、憲制上和操作上都有很多問題 但仍然會積極爭取落實 一地兩檢和兩地兩檢之間的取捨純粹是邏輯性 即是我們現在就是爭取地兩檢 如果大家當作假設性去討論時 如果做不到就怎樣 做不到就只能夠兩地兩檢 但這不是一個理想的 真是一地兩檢不能夠出現兩地兩檢 那你現在的部署安排的地方設備設施 是要訂要成的 那你不可能是到時才想的 其實這件事是說不通的 工黨的李卓仁提出終止代足 引來建制派的不滿 你認為高鐵的撥款你不給 你可以反對 如果你有問題要問 繼續開會問 為何要終止這個會呢 去到他們已經沒有事好做 唯有又撒出那招就是終止 跟著是休會 都是這樣的招數 即是其實你們想冤枉我們泛民主派一件事呢 就說我們很想高鐵爛尾 我們沒有說到上高鐵爛尾 根本一開始我們根本不想高鐵爛尾 議案最終遭到否決 公民黨的毛孟正提出休會動議 也同樣遭到否決 張秉良重申2月底系撥款的死線 到時會細心評估高鐵項目 是否需要暫時停工 NOW TV記者蔡宏傑